不再使用老将 蔡斌出面回应 女排格局已悄然调整 朱婷有了新任务 到底是什么消息 今天聊一下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周 朋友来了 说到中国女排呢 一直是那一道闪耀的光 从往昔的辉煌战绩 到如今呢 新奥运周期的开启 每一步都牵动着无数球迷的心 那最近呢 关于女排是否不再使用老将的话题呢 是议论纷纷 而蔡斌教练呢 也是给出了回应 女排的格局也在悄然的进行一次深刻的调整 巴黎奥运会的征程呢 已然落幕了 中国女排呢 踏上了新的备战阶段 那新周期的大幕拉开 阵容的调整和洗牌 成为了一个必然的话题 那回顾上一个奥运周期 为了实现平稳过渡呢 不少老将加入到了女排阵队队伍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 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然呢 时过境迁呀 新周期里面 重用年轻球员已经是大势所趋了 这就使得老将们的去留备受关注 那这些老将在过去的赛事当中 为中国女排也是立下了汗马功劳 可是岁月不饶人呀 随着年龄的增长呢 以及伤病的困扰呀 他们的竞技状态难免会有所下滑 按照女排更新换代的客观规律 老将逐步让出阻力位置 年轻球员才有更多的机会 展露头角 那中国女排要想保持竞争力的话 就必须加快人才培养的步伐了 这也是保持现有地位和成绩的一个关键所在 那蔡斌教练呢 作为球队的掌舵人 自然明白其中的道理了 上个周期呢 他在用人方面也是饱受争议 其实主要原因还是 女排整体实力呢 有待提高 为了实现平稳过度 重用老将也是无奈之举 但是呢 现在新周期来临 蔡斌有了更富裕的时间来进行调整 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摒弃老将 而是要在老将与年轻球员之间 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点 以此来推动女排整体成绩的一个提升 以及换代工作的有序进行 在之前的采访中呢 蔡斌教练也明确表示呀 女排的阵容会根据球员的状态和场上的表现 进行细微的调整 确保每一位球员都能够发挥出最佳的水平 目前呢 女排的竞技格局正在悄然的发生了变化 这也含泛了技术战术的更新 球员的培养和选拔 以及教练团队的完善等 著作的工作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 女排在这一个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个初步的成果 年轻球员的崛起 与老将的坚守 共同塑造了咱们中国女排的一个 新的阵容格局 那年轻球员呢 为了能够在主力阵容中占据一席之地 各个也都展现出了极佳的状态 而老将们呢 也肩负着自己的使命 就拿这个队伍中年龄较大的朱婷来说 尽管他已经步入到了职业生涯的末期 但是他出现的这个出色的竞技状态 使得他在当前的女排阵容当中 仍然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他不仅要在赛场上发挥作用 还要承担起帮助年轻球员成长的 这样一个责任 发挥出帮带的作用 这样的榜样力量 也激励了其他的老将继续发光发热 处于同一位置的张长宁呢 也是如此 虽然他引发了一些争议啊 但是在有限的上场时间里 他也有着令人眼前一亮的表现 他同样呢 也可以为年轻球员提供宝贵的经验和帮助作用 如何平衡老将的作用 与年轻球员的积极性 这也是蔡斌目前面临的一个主要难题了 从近期的赛事来看呢 女排的新老结合策略出现成效 年轻球员呢 在比赛中展现出了朝气蓬勃的一面 他们的冲劲和这个活力 都给球队注入了新的生机 而老将们呢 凭借着丰富的经验 在关键时刻稳定军心 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这种新老搭配的模式呢 也使得女排在比赛中 既有了速度和激情 又不失沉稳和冷静 在新的奥运周期呢 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啊 蔡斌教练呢 能够带领中国女排 在新的竞争格局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无论是年轻球员的成长 还是老将的坚守 都将成为女排 前进道路上的宝贵财富 也让我们共同期待 中国女排在未来的赛场上 能够续写辉煌 创造更多荣誉和感动 好了 今天呢 关于女排方面的一些消息 就和大家分享这么多 喜欢的朋友也可以点赞 关注 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